木帅憋卓尽新赛季英超的第一场比赛,麦琳有惊无邪的2比1击败了莱斯特城队,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还觉得重要性,但是在节目战里就看到一个憋卓尽,但穆里尼奥可是不常见的事情。 木帅庆祝伯格巴破门木帅辞以所有的机器通过曼联两个进球,的庆祝就可以得出一二了。 伯格巴为曼联首开记录时,莫里尼奥在场边握紧拳头挥动着,眼睛瞄了看他一眼,表情也显得非常坚定,甚至可以看出一些宣泄的怒气。 庆祝锁定胜局而卢克肖为曼联锁定胜局后,木帅更是完全释放了自己,握紧双拳,口中振振有词的喊着,然后走向自己的教练席和助教拥抱庆祝。 两个尽头,我们都不难看出,莫里尼奥心中是憋着一股劲的,毕竟,赛季首轮,对手又被死敌。 这样一个张扬的莫里尼奥还是很少见的,木帅心中有火,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因超开赛前,各路英媒都在歌颂瓜迪奥拉的漫城,克洛普的利物浦,甚至无缘欧管的切尔西和埃森纳,也被描述得欣欣向荣,唯独木里尼奥的曼联。 在英媒的新闻中,几乎全是负面的报道,英媒都在吹个瓜帅杀叔,却猛采木帅相比于争观化旗,英媒更愿意炒作曼联的内部矛盾,木里尼奥第三年的魔咒等等。 甚至木里尼奥的下课培率都飙升到了第一位,要知道,直到今天新赛季的英超才开展,站在英媒眼里,好像那年崩盘,木里尼奥下课已经是板上鼎鼎一样,木里尼奥本人此前也高调的讽刺了个陆媒体。 他说,我很难相信我们上赛季是第二名,当我去听别人在说什么,看看报纸上在写什么时,我很难相信我们拿到了上赛季的第二名,因为你们媒体有能力让人们觉得拿到第二就好像球队降级了一样。 而那些没有拿到冠军写排名,比我们低的球队却被你们描述的笑脸惯了一样,这让我很难理解,很难感受。 所以我一直说,很难相信我们是第二,我赢过八座联赛冠军,其中三座英超冠军。 但我一直都觉得上赛季,帅队拿到的英超第二名,是我在这项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。 当很多人都等着看莫里尼奥和曼联的笑话时,莫里尼奥当然是最想证明自己的人,于是,对这莱斯特城的比赛,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专业的莫里尼奥。 莫里尼奥本赛季最终的总是如何,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,但是至少今天,我们看到了,莫里尼奥还是那个莫里尼奥,从赛季的第一天开始,他就已经攒足了尽量和全世界,开摔,他的人死磕下去了。